臺鐵累積多年的問題 面對臺鐵累積多年的問題 我們一定會大招破 用改革來重建社會的信心 希望在這次事故發生以後 我們要徹底檢討這整個事故發生的原因 跟我們現行的機制上 或者是在設施上的不足 我們希望給我們東部的民眾跟朋友 能夠有一條更安全回家的路 這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也是共同的使命 這個東部的交通可以更快的來改善 讓整個東部的發展 還有我們東部人 我們花蓮人回家的路 可以更安全 他要答應給我們一個平安回家的路 那要怎麼做 具體的吧 總不能每一次就去上鄉 然後醫院安慰 你要告訴我你具體怎麼做 你告訴我們你要怎麼做 總統是要當國家領導者 要返還未來 然後要規劃要怎麼來做 但是你總不能只是 就是在那邊等著當太平公主而已 其實你不覺得說我們是提心吊膽嗎 因為我一個禮拜要來去各兩次 那一年差不多也差不多一百次的來回 那365天我差不多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天 那天出事的時候 他說剛剛好我表兄要回玉里 要幫我外公外婆 你知道撿骨你知道嗎 就是風水要撿起來 然後放到鱗骨塔裡面 我聽到看他那下嚇死了 我趕快打電話 他說他剛剛好在到達宜蘭 你知道 你看同樣的有多少人會這個樣子 你有沒有辦法 那個提心吊膽 你看那個家人 那個小孩子太太會怎麼樣的感覺 今天的通車只是一個開始 請全力改善宜蘭 花陵 及台東的交通 是我們不便的使命 讓東部鄉親有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交通部和其他的相關單位的努力 就從來沒有停下來過 我們身上都背負了我們東部的鄉親 希望安全便利回家的深切期許 我要請大家全力以赴 但是我們看到林佳龍上台以後 什麼做裝飾的西亞街的 你看就是怎麼樣 你看他其實最近幾年來 就是所謂的那些火車站改建等等 那些東西 光是你看到花蓮 見到那個火車站 那樣是有實質的意義嗎 我看不出來坦白講 要扶手梯上去到三樓 然後扶手梯到地下 因為台都是完全沒有改變的 有改變什麼沒有 就把錢花掉而已 然後就是給你的黨員 你的黨代表去包工程嗎 接著坐下來就是包裝而已 蔡英文總統總說要給花東人 一條安全返鄉的道路 可是六年過去了 政見一再的跳票 而跳票的代價就是一條又一條的人命 更可悲的是 從普悠瑪到泰魯閣 這兩起不幸的事件 都不是因為花東的路況險峻 或者是氣候異常 完全都是台鐵的管理文化 或者周圍包商的問題 這樣的人禍誰來負責 工程花下去了 民進黨政府只懂得撒錢做工程 最後卻是這些工程 造成我們這些不幸事故的發生 這種狀況不覺得很荒謬嗎 事件 都是資金人 混的 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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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